祈福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记得苏通坡有一首诗 他在这个诗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细以学风做小寒 淡烟 苏柳 那我们在 苏通坡的这个诗中 可以感受到 苏通坡在春天的时候 他藉由感受到 季节的变化 然后生活的一种情境的感觉 然后再感受到 苏火所带给他的一种 清新的春天的一个气息 所以我想 其实我们说 菜根香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在我们的传统插画艺术里面 有一种心盘 是很可以跟大家分享跟介绍的 那今天我们就尝试用蔬果 来做这个睡着的这个擦花 好 那我们首先先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 我今天手上拿了这个花器 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木制的 这样的一个漆器 然后上面也是画了很多吉祥的纹饰 有菊花 然后各种的花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盘 都会让我们感觉上 花好跃远的感觉 那我想一年的开始 最美的感受就是 花开的百花盛开 花很美好的感觉 所以在庆明中 就让我们会有一种吉祥的 一种象征跟异味 好 那同样的 这个红盘上面 我也是一样给它铺一点点 绿色的植物 因为这样子 红绿相见 然后这个绿色的植物 能够跟 把这个盘 也做一点点的搭配跟感觉 好 我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 我今天用的 跟上次不一样 就是少一些些 好 那我就开始试像 苏蓬破在这个 人间有味是清幻这首诗里面谈到的 可以用各种的蔬果 各种的来做各种的设计 然后呢 各位看到我们 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个是 这个菜 那个就是绿色的花菜 那这个呢 这个呢我们在做春天的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这样的红色的纸 纸把它包起来 我们也可以有两种设计 我们等下慢慢的分享 那您在那个过年的时候 如果您到菜市场去的时候呢 那你看到这个很美的菜呢 那你带回来 然后可以给它做一些设计 我们刚刚介绍的 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呢 就有所谓的新盘 就有所谓的春盘户 那就是运用这些蔬菜水果 来做一个新春的时候一种吉祥的一种象征 然后呢 当时呢 它是用五星盘 也就是用五种新辣的菜肴 比如说葱啊 姜啊 蒜啊 韭菜啊 或者是那个辣椒啦 这些新辣的这些五菜 五种可以取五种 或者三种 或者七种 就是来做一个春盘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取 我们刚刚介绍到了 就是一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那在新春的时候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当然呢 因为我们现在生长在宝岛台湾 实在是太富足了 也太富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种各种不同的 像各位阿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甜椒 每次看到这些蔬菜水果 我都觉得真的是美极了 然后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丰富很富有 常常呢 我们有些朋友送给我 狮子啦 柚子啦 或者很多的南瓜 南瓜啦 或者甚至是 各位看到我现在用到的这个番薯啦 我都舍不得把它煮来吃 我都把它在家里摆着美美的 然后看到了都快要坏掉了 还舍不得吃 宁可用眼睛感受到它的那种美好 那同样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用这个纸 红色的纸把它做包装 那您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中国节袋 把它做包装 两个方式都可以 我应用两个方式 也让您可以尝试就是说用不同的感觉 那我们一边摆装 然后我们它放上了苦瓜 那这个苦瓜也好美喔 因为它就像那个玉一样的感觉 像那个玉一样的翠绿 还有我们放上一个姜 姜 我们试试看每个角度 这个姜 好 有一点点大块我们往后面 那当然也不一定要到这么大块一块 你可以小小块的一个象征的意义感觉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随着各种不同的感觉放 好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把芹菜 因为我们民间告诉我们说吃芹菜 就会人很勤快 然后呢 所以我们加上一点点芹菜 然后呢这个有茄子 我们今天这个真的好丰盛 好 那我把这个茄子 让它少一点点 我们可以用一颗 这样子象征性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 比如说我用一颗的茄子 好 那它就有各种不同的 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好美的蔬菜 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很漂亮的辣椒 其实这样的辣椒 你只要把它绑着一串 然后放在一个柏树上 或者一个姑婆椅上 就很美了 所以各种颜色都有 好 那我们插花奖五大正色 好 那就是五大正色就是红黄 蓝白黑 好 那我再加一个萝卜 哇 这个萝卜是好彩头 好 我们这个盘都已经装不下去了 因为太多太太丰富了 好 好 试试看 好 再转转看 看看角度 好 好 我把它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让它感觉上 就是把这些吉祥的这些蔬果都放上去 那当然 你也可以不要放这么多 我们就是 试着用 做出来 这个萝卜好大一颗 那萝卜呢 它象征的一个好彩头 也是很好的一个象征含义 我把它用立起来的 所以看到这么多的蔬果 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富有 饱满 我们常常说呢 生安茅 茅 即使住在茅屋里面 都会觉得很稳 然后呢 那枝竹呢 其实菜根都是香的 好 那今天我又 买了几颗的这样的一个壁漆 这个壁漆呢 我们也可以加在后段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盘子 是比较大一点的呢 我们就可以把壁漆呢 整盘的放下去 其实壁漆它也是一个很吉祥的 象征的一个花 一个 蔬菜 好 把它放一放 OK 好 这样感觉 好 那我们的茄子就不要用掉太多了 好 不然会太满的感觉 好 那我今天应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来做今天的这个星盘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呢 在中国呢 其实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了 好 那我在旁边再加一点黎色的叶子 好 来增加这个效果 好 少少的 好 所以除了 呃 插花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结合 这些五星的这些 这些 这些 呃 蔬果呢 来做设计 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下面加一点点的 檜木叶 好 让整个色彩更加的丰富 好 不过我们今天准备的实在是太丰富了 好 整个盘子都满满的 好 那除了这个 呃 水果之外呢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蔬菜之外呢 好 我们再 我再做一点点其他的设计 好 我们把这个 水果移到一边 好 然后 接下来我又拿了一个这样的糖果盒 好 各位爱化菩萨先生可以看到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糖果盒 好 我应该把它移到这一边 这样我们的摄影师会比较好照 好 可以吧 可以比较好拍 好 那像家里有这样的一个 呃 这种果盒 其实他也可以拿出来复制的 比如说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呃 奇奇盒也是一样 好 然后我 也是一样 在下面加了一点点这样的叶子 好 然后这个奇奇盒就会红利相见 感觉就很美 好 那就可以把家里的 像这样的一个 各种的糖果啦 也做一个白饰 那在新春的时候呢 我们不只是擦花 好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搭配跟白饰 好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糖果 然后摆在上面 好 那您可以放多一点点 也可以放少少的 像这样的一些盐饱的 好像很可爱的 一些盐饱的一些糖果 好 那我想呢 嗯 在过年的时候呢 不只是 嗯 一些 嗯 花朵可以摆得很美 那 蔬菜也可以装置得很漂亮 然后水果呢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糖啊 还有各种的凤梨 凤梨酥啦 就是 所有在新春 我们要准备给家人 或者是 我们的师长啊 或者长辈使用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应用 现代生活空间的一种美学 啊 然后把这个感觉 调得非常的好 那在新春的时候 享受一个很愉快的生活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还有多余的食 多余的那个 呃 呃 因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再加一个作品 啊 让整件作品更加的圆满 更加的完整 好 那我们在 呃 做完一个这样子的果盘的时候呢 啊 我们也可以擦一个很简单的花 啊 可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样的玻璃花器呢 我们平常都会用在夏天的时候 可是呢 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跟它 拿它起来用一下下 好 因为它会有点像 冰块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很 很清静很宁静的感觉 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 玻璃的花器 好 好 那我们只要加上一点点的 呃 属于春天的花材 啊 比如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手上拿了一只这样的杜鹃 那这只杜鹃呢 刚好呢 呃 很有春天的这个气息 好 然后我让它的花 再稍微的明显一些些 好 像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只要把这只杜鹃呢 轻轻的插在这个花器上 好 好 我们试一下这个花器上 好 好 换一下角度 好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我们跟这个作品呢 呢 彼此之间做一个搭配 哦 跟调和 哦 那这样的感觉 也是很美的 好 那我们尝试来 把 刚刚的苏果啦 或者是我们的 啊 糖果啦 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一件 小小的作品 哦 做一个结合 那在春节的时候呢 当我们把家里 整理得很干净的时候 哦 那我们怎么样的 来把这些 情境 把它经营出来 那虽然说我们常常说 呃 以家庭的布置为主 不过呢 我想有时候我们在道场呢 呢 也会很多人 会在新春的时候 想到 寺院来礼佛 拜佛 那祈求一年的这个 这个 家宅的一个平安 或者带着家人到寺院去 那其实我们在道场呢 我们发现了菩萨 哦 我们也可以 很用心的 把道场的每一个角落 啊 布置的 很美 然后很有那个艺术的情境 哦 那因为我们把这个道场 布置的很美呢 很多人就会喜欢到道场来 那道场 到道场来呢 就能够跟随着 呃 听经文法 礼活 拜佛 那我们的身心呢 都安住在这个 佛法的善念 善法中 那这也是接引众生的一种 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哦 那希望您也能够做做看 好 那我们再擦完这个 呃 非常灵巧的这个杜鹃花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 呃 这个糖果盒 还有 呃 我们今天呃 这个很美的心盘 呃 那充满了一种春天的 蔬果香的一个心盘 也安置上去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上 就很有春天的 呃 新年的一种气息 哦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呃 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我在之前呢 呃 我们有介绍过我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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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 带回来这样的梅花的这个滋感 哦 那我们除了在插花的时候 运用之外 或者我们配一些吉祥的饰品之外呢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件作品上呢 也可以做把它摆在一起 啊 各位阿拉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 哇 这样的一个空间 真的是呃 呃 非常的圆满 啊 呃 我们的一种喜悦 那也对今年的辛苦呢 呢 也有一种 嗯 觉得很值得 哦 因为可以过一个这么好的年 哦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两块的 这个梅花的枝干呢 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呃 呃 感恩 哦 就是呃 呃 也是呃 呃 再一次的呃 呃 跟很多人分享 我们怎么样善用台湾每一个角落 哦 那每一个土地所生长的 呃 这个支援 像这样的梅花的枝干 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然后 小航开花 开过花之后 他们都会聚掉一些树干 那聚掉的这些树干呢 我们就可以很善用的 在我们过年的时间呢 其实它不只是这样的应用 我们在做造景啊 或者做很多的装饰的时候呢 好 或在 呃 我们很多的空间布置 好 或者像我们的书房啊 在做布置的时候 这个都是非常上好的一些 呃 呃 装饰品 那我们就不用在 呃 心外求法 再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 因为现成 在身边就有很多很美的这些 质干可以应用 那只要加上一些巧思 比如说 书法艺术的美 诗词的美 那这些都可以带入 好 所以 呃 看到这样满满很丰盛的 一个空间 好 就像 呃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会把今年一年的所有的辛劳 好 或今年所有的 呃 这个点点滴滴呢 都在这个很喜乐的 呃 氛围中 空间中呢 哦 让它 呃 觉得非常的值得 哦 那您也可以 呃 在幸春的时候 自己动动手 跟家人一起玩玩看 好 那我们再介绍完这个 呃 很丰盛的一个 呃 蔬果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再来插作一件 比较灵巧一点 的小作品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呃 加上一些木炭 可以用来烘手 啊 像我有一位学生呢 住在 那个 我们新店的山区里面 然后呢 他因为是 呃 开那个 茶艺 茶 喝茶的空间的 然后他每次都会用这个烘手炉 在冬天的时候 有客人来的时候 他就会装一些木炭 然后让这些客人 来到他的家里以后 然后 来到他的那个 茶艺馆以后 然后能够 烘烘手 然后就会 带给很多的人 那个尸骨的情怀 也感受到 主人的用心 所以 嗯 现在 坊间有很多这样的 红手炉 那我们除了可以当做 红手之外呢 那也可以做家里很美的 百事 想想以前 生活的一种 情境 那 对我们插花的人 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他来 再继续的做 插花的器具 所以 一样东西 就可以很多元化的 去运用它 那 我在今天的这件作品中 我要使用的这个花呢 我们看 一下下这个 我们称它为 蛾掌果 或者我们称为蛾掌藤 那今天这个蛾掌藤很特别 它很细致 那很灵巧 好 稍微把它剥掉一些些叶子 让它叶子少一些些 剪一下下 我们看到这个蛾掌藤呢 它很精致细腻的感觉 然后它的质感呢 也很有味道 因为它这个质感呢 跟这个 烘手炉呢 感觉上是蛮搭配的 我们看看它的角度 它的角度 似乎是 似乎是这样子 蛮适合的 好 这个也是有点掉下来的 好 它的枝干很粗 因为我们 知道这个 蛾掌果呢 它是一种很容易生长的植物 不过 我自己住的地方 的蛾掌果都好粗喔 那天有一个朋友 送来了这一支蛾掌藤给我呢 它的枝干 它的叶子是很细致的 非常的美 好 那我把这个叶子 稍微再减少一些些 这个叶子 非常的可爱 小小一叶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 这个作品的 下段的部分呢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金菊 非常可爱的这个金菊 好 那我试试看一下 这个金菊的这个角度 我们 只要一点点的 果实就好了 然后把那个季节感给带出来 好 一点点的金菊 好 那这个金菊呢 因为它的头 有一点点的重 那 脂梗有一点点细 所以 好 一点点的金菊 好 那我们再把它用另外的一支 金菊 两段的感觉 脂干很软 所以插座的时候 会不太好插 好 那我们 碰到这种 脂梗比较细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拿一支这样的一个质感 像这样的一个质感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支撑在这个上面 那当然 其实同样的花材是最好的 可是有时候 没有的时候没有关系 可以这样子把它绑一下下 好 我们把它上下绑一下下 好 那我们把它加在这个作品上面 好 那我们把它加在这个作品上面 好 好 那我们再擦完这个鹅长果 跟这个菌菊的这个部分之后呢 好 我们来欣赏一下下 好 那等一下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再收一点点的鸡盘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先把这个作品呢 好 把它再移一下 那我们应用这个鹅长鹅长藤 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我先把叶子修掉一些 好 让它叶子少少的 好 各位爱博撒 现在可以一下看一下 这个鹅长藤这样很细的叶子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些花材好像很不经意 那也不会去注意到它的美 那其实呢 有时候很仔细的去端倪它 看它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美 好 然后我们 试一下看这个感觉 OK 好 非常的漂亮 好 就它的鹅长藤做它的这个鸡盘 衬托它 好 然后呢 我们在做完一件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 用一些这样的饰品可以做搭配 比如说 这个鹅长藤它的力量如果够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掉高 这样很好看 那如果否则的话我们也可以放在这里 好 比如说我们刚好 藉由这一个 这个 结四呢 好 这个有六个铜钱的这个结四 好 我们这个结有各种的 有些叫十全 好 就是十个这个铜钱 好 我看这边是二四六七 这个是七个钱 好 七也是一个吉祥数字 好 好 那有的是用双钱 就是两个 嗯 两个铜钱的结 好 都有它很多很美的一个含义 好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当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作品擦好之后呢 怎么这样去运用它跟摆试它 那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雕刻的这个佛手瓜 啊 那如果说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佛手瓜 如果您 像我刚刚还有一些金桔 有一些金桔呢 我就可以再把它拿起来用一下下 好 比如说 像这个佛手瓜呢 我的金桔稍微用 刚好利用佛手瓜的这个空间的感觉 好 可以把它放一下下 好 我来试一下看看感觉 好 其实如果纯粹只是做百事也很好 可是当我有这个金桔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 跟这个合在一起应用 好 好 我们把这个质感再调软 揉软一点点 好 那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佛手瓜呢 也变成一个很美的一种设计跟感觉 好 那我们再插完一件这样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结合蜡烛 然后佛手瓜 我们试试看 我们把它轻轻的放过来 好 然后呢 我们的 这个佛手瓜 跳一下角度 然后再加上这些很美丽的这个蜡烛的装饰 把它整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好 那甚至呢 有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个壶 红色的这个壶 好 那在这个季节很适当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来善用它 好 那 期待您呢 能够把家里一些 很具有新春气息的收藏品 都能够把它拿出来 那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善用这些东西 好 那现在因为整个台湾呢 我们要推动用传统的文化 融入现代的艺术 好 让我们国家未来的观光文化更加的美好 好 那用此香花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呼化隆天 普心众生 供入佛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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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